美国联准会副主席克拉里达表示 通膨已经超出了舒适水准 认为在2022年底前可能会满足升息的必要条件 震惊消息方面 众议院日前通过了1.2兆美元的基础建设法案 提振了市场对经济前景的信心 加上在材料 钢铁等周期性板块走扬的带动之下 美股四大指数全数收红 道琼指数上涨104.27点 收在36432.22点 纳斯达克走升10.77点 收在15982.36点 标普500扬升4.17点 收在4701.70点 飞板指数上升46.78点 收在3803.33点 欧洲股市方面 投资人正在消化美国国会通过了大规模的基建案 同时等待最新通膨数据出炉 欧洲三大股市涨跌互减 英国股市下跌3.56点 收在7300.40点 德国股市下跌7.84点 收在16046.52点 法国股市扬升6.69点 以7047.48点作收 以上就是今天的欧美股动态 日韩焦点全面掌握 东亚局势全球关注 新时代的区域进和 台湾in or out 北周四晚间九点 环宇看东亚 带您探索东亚震惊脉脉动